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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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面拥有云朵皮 外酥内嫩 有层次的玻璃焦糖 每咬一口都能爆发清脆卡滋生 业者打造的翠皮猪 用的是台湾温体猪五花 选肉容易 但技术上可不简单 在客服风干 就是潮湿跟湿度跟温度的这部分 花了很多时间 因为台湾的天气气候因素跟 对岸的北方他们是偏干燥 那它其实这个肉的因素就是要先风干 设立工厂以电脑化稳定肉质 腌制后历经十五个小时的风干淬炼 隔天再以四段式控温烤法 尤其最后两小时的烘烤爆皮 成功利用时间与温度锁住肉汁 只是挑战还没结束 接下来还有口味这一关 想办法我们用二十几种的辛香料 去把它调到变很柔和 所以吃起来口感的层次感会很多 对 我们请不同的中药行去调整这个原物料 对 因为我们有大方向 以孜然为主軸去调了很多的辛香料 我们大概测三个月 那不夸张我们大概丢了 快将近一百万的肉 我们还有特别说出了 梅粉跟辣粉 那我们其实辣粉再正确一点的名字 叫叫麻香 因为我们的梅粉调到很细 然后我们的甜度也没有像那个 沾水果的那种粉那么的甜 那其实吃起来你会觉得很意外的搭配 梅粉跟辣味 但是我喜欢加在一起的感觉 因为我喜欢吃酸酸甜甜的 但是它加辣之后 让我觉得口味更丰富一点 制作过程繁琐无比的脆皮猪 耗费将近一年终于上市 业者现在网路是水温 没想到一试成主顾的人越来越多 脆皮猪意外爆红 其实让我们比较意外的是回购率很高 这个东西可以把它做成店面去试试看 那当初就几个好友 他们就来去在市场这边去做了店面的部分 因为我们烤炉很好时间 那一炉其实也才30条花到一个半小时 那一开始其实在市场就造成派对 因为朋友请我们吃就觉得很好吃 那我就一直在找也找不到 然后就刚好在外面买东西 看到的很棒 藏在传统市场里的美味新料理 婆婆妈妈也圈了粉 脆皮猪走出网路 走进人群 慢慢衍生出一间间实体店面 口耳相传好味道迅速扩散 真空包装网购宅配 更让脆皮猪成为家里头的桌上佳肴 我们会最建议用气炸锅 因为气炸锅可以比较还原到刚出炉的口感 那我们刚刚做一个就是时候 可能就是说以家庭标准 是这种大众美食 只专心做好一样产品 业者的初衷很简单 一份能亲自共享的料理 无论是身为主菜或配菜 只盼这份脆皮猪 都能让每个人吃得很有记忆点 很有温度